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的目击到鬼 回忆起来确实是有点吓人了 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一个灵异事件 那时候的我大概有14还是15岁 你们大家如果是跟我同龄的话 都知道有大小医院 我和一群朋友大概有8个人 那我们那时的目的是 一直要去找那个床的一个团队 可是一直找不到 进去了一阵子过后呢 我们就有做黑康 可是到了后面呢 就跑出多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大家都吓到 就直接就跑出去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其中一个人做怪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探听说 最后一个人是一个女生 她好像有发高照 好几天 在台湾 吃完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们搭车下去下山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黑影跑过 然后就很好奇 结果就往她跑去的方向一看 我看到是一整片森林 几天后我开始生病 然后后来有去看了一个心理疗愈的